观众期待的宝藤首款运动休旅车博越 预计将在今年10月推出市场 宝藤汽车首席执行员李春荣 今天在雪兰儿沙南捎来好消息 他指出宝藤和中国吉利已经达成一致共识 所有宝藤博越都会在单容马林的厂房组装 目前一切按照原定计划进行 预料博越将在10月份推出市场 据了解 博越自2016年3月份在中国上市 短短25个月销量就达50万辆 宝藤版的博越即将登陆大马 李春荣信心满满 博越势必拿下销量第一的位置 因为在中国博越打败很多对手 超越所有日系品牌 如果不做第一就失败了 只剩下第一 如果第二就失败了 李春荣也透露宝藤和吉利一共动员1000名专才 花了18个月的时间才重新研装出第一架 又驾版的博越休旅车 宝藤汽车工程和技术副总裁杨军指出 新推出的博越不只包含原有的新技术 也新增了符合我国市场需求的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 宝藤也在今天正式推介第一家占地二英亩的4S中心 结合销售服务和零件供应等等一站式的服务中心 目前宝藤旗下75%的经销商分行 也正在进行提升工程 往后势必将为顾客带来最优质的服务 NTV7六香林采访我到 请不吝点赞订阅